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個是呢 這個是目前還沒有開放的魔王級的恐龍 看一下第1隻是什麼 第1隻這個是金剛 未來可能是BOSS級的吧眼睛超大瞪著我 這手臂好粗喔真的是跟金剛一樣啊 等一下給我坐上去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右鍵 對準他 右鍵給掃描出金剛他的狀態 他實力有9個星 看起來是蠻厲害的 我們再來坐上去 可以坐嗎 那我騎蹭一下 上來上來上來 他移動的時候 四隻腳會動 他的攻擊力是這樣 打地板有沒有 然後附近的 敵人就會 就會被幹掉 OK 他好像有點卡住了不能移動 在原地移動的感覺 現在右鍵是丟石頭 丟 喔唷 擊中一隻劍心象 丟那麼遠啊 遠距離攻擊也蠻強的 近距離就用垂地板的方式 彈起來那個石頭 OK 他還這樣兩隻手往地板打 垂地板 丟啊 打到一隻重頭龍 丟啊 太近就丟不到 丟喔唷兩隻喔 丟啊 直投還要彈起來這麼厲害 丟 蠻好玩的 OK我們先下來看一下 有有有有 等一下 先坐他背 喔他的頭好大 OK我們下來看一下大屁屁 還蠻大隻的耶 之後出的話不曉得在哪裡 我們這隻龍呢是那個 噴火龍 紅色的 他其實有點像中國的那個龍 然後他 可以咬 中間可以換視角 看一下後面尾巴 然後頭 喔 可以噴火呢 左鍵是撕咬 右鍵是噴火 然後他移動的時候像蛇一樣 然後 飛的時候他的腳在後面 甩一下 接下來是在地板上面 下來會蹦一聲 哇 這boss級了之後會站在那邊發現 你看他移動的時候他的手在那邊滑滑滑 像滑水一樣 尾巴會甩 重點是兩根虛虛的像蟑螂的虛虛 有啊 空中可以攻擊 沒有咬到 噴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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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黑暗森林好有遇過一次 他也是boss級的 這個已經出來了 然後你 噢我現在是用單機模式把他召喚出來 他會有三個小兵在旁邊 你看上面有 什麼 收割者 那有三隻啊 小隻的 先看一下他的 攻擊模式啊 下這個 跟誰 對 應該是巡弱模式 攻擊快點 攻擊他 快點換你 開啟這個攻擊模式 哎唷 哇 劈頭就砍 掛了 就再砍一下嗎 我們現在介紹這個是火元素 這個火元素不知道在哪裡會遇到 目前看到的 這個東西 哇哦 旋轉會有火焰噴起來 這個動畫做得真好 雙手一抬就是什麼東西 尖刺的火焰噴出來 灰洞的效果 他剛才轉圈了有沒有旁邊的動物就掛了 看一下他的 噴水 不行他也是卡住 雙手一抬火焰噴出來了 殺死一頭動物 等一下他的頭為什麼是這樣紅色一塊啊 那是嘴巴是不是 OK我們這次介紹完這個隱藏的魔王呢 下次再見了拜拜 irts 晚安 employment 停 感谢观看